你看总是说没有这个恩德的 或者没有这个道德的时候 人家可能是一个好心祭拜的 反而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有苦报的时候的时候 所以你看我说像荣不器 或者我本身也要 或者别的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不喜欢给人家去祭拜 或者不要说祭拜 或者说供养 或者说放在佛堂的 原因是在这个 或者真的要有什么 我常常就是给他说什么 跟尊者在一起 大家有这样子的姻缘的话 这个可以有 尊者有这个德恨 有这个威德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子 或者来讲说什么 就是真的要去加持的话 真正可以加持是什么 他有经书嘛 经书是最好的加持了 所以大家以后有知道说 什么要加持 你看为什么我说我也是 因为我是跟这些师长 长期在身边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真的 我说我真的 这个手我也会痛啊 我也会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样的轮回的时候 一点用处没有 有用处什么是这个经书 跟他的意思 所以大家不要讲说 可惜怎么好像没有莫定 而是经书就是最好的一个加持来讲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在这边来讲的话 佛陀所有的事业当中的话 他的与世也是最为殊胜的 也因此这样子来讲的话 智者们像中大师他自己 是什么呢 他是透游去学习 透游去了解佛陀的 这个佛教的意义 透游这样子才可以意念佛陀 透游这样子才可以意念这师长 所以我们后面的学子 后面想跟随着中大师的教法 跟佛陀的教法的学习者来讲的话 那我们可以意念起佛陀 或者说意念起这种 像中大师的等这些恩德的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透游他的学习他的经书 透游思维了 这才是真正的去意念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们 是不是我说我们在书圣日的时候 我说最好我们也可以修仪轨 可是在修仪轨更重要的是什么 不如说我们可以透游一个某个地方 去了解一点点的意识 可以了解一字一句的意识的话 这个才是真正的意念起佛陀 或者乃至意念起中大师 自己师长的恩德 我说我每次想说 就是我才跟他讲说 你看我现在在台湾 也没有办法去在尊者的身边 也没办法在自己的 在三大师的师长身边 可是我相信我说 我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供养 可以让他们最好的什么 就是就像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去教导我 我也一样同样这样子的 一个亲近的意乐 以他们怎么教导 我再把这个法传下去 再讲也好 我自己背诵来讲也好 或者意念起以前他们所教导的话 这距离上面 或者说在 有没有在身边来 能不能见到他们 这跟我怎么样去供养成事意念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 而是说 能不能意念起他们所教导的 还如理的去实行的 这样才是真正的 所以